当了一辈子摄影记者 而且是国家通讯社 新华社的摄影记者 过去总说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录音在法庭上是不能当证据的 但照片能当证据 所以你看那警察抓人 还我小时候抓特务 是吧 特务都是带个照相机 身上带个照相机 基本上就是特务了 然后那些被抓的特务 你看我这摄像机摔碎了 摔碎了 光是镜头摔碎了 这就撒 然后那些抓特务的警察 也拿照相机 把敌人作案的时候的那个 给拍下来 特务秘密图纸什么 也都拿照相机 要说到法庭打官司 大学校长替人去出庭打官司的很少见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就去替人出庭打过官司 替谁打官司呢 这是一名人 也是我们江浙的老乡 而且呢 他原来是国务院的 后来政治斗争 被人请杂出去了 嗯 是我的文友 嗯 他叫 余梅 念孙还是念训呢 余梅孙 嗯 余梅孙 他摊上过一案子 江平出庭替他打官司 嗯 好像赢了吧 我也不知道 嗯 最近这个余老兄呢 几次找我 找我干嘛呢 就是让我 让我告诉他 有这么一张照片 是不是我拍的 是一张什么照片呢 是貌似江平校长 站在卫梦湖的边上 参加 就是这张照片 你看啊 他说 听了您聊江平 深违感动 听了两遍 两遍 有朋友托我请教您 能问问唐舍增吗 这张照片是他拍的吗 就是这张照片 嗯 这张照片是什么呢 是说燕京大学建校一百年 江平在燕京大学 貌似这背后是个墙 嗯 而不是北大的卫明湖 啊 如果去过北大卫明湖 都知道 这是个石坊 嗯 要上石坊呢 中间有一个 跟海峡似的 啊 或者跟半岛似的 似的 我认为江校长这瘸腿 他当右派的时候 想不开 在门头被火车给压了一下 把右腿吧 我觉得是右腿 给压断了 右腿 对他一瘸子 他蹦不到北大卫明湖的这条船上去 嗯 但这有什么重要呢 这于老兄就一而再再而三的 老就问我这个问题 你看 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二次 唐兄您好 有朋友请您确认此图是您拍的吗 关键是燕京大学校友会领导在百年校圈那天 谁都没见过江平 如果错用了就乌龙了 可是这张照片又是谁拍的呢 网传都是您拍的 如果唐先生说是他拍的 那就结大欢喜就是真的 如果唐先生不说这件事 这张照片是他拍的 你看 请问唐世增 这把我名都写错了 请问唐世增先生 这张照片是江平参加燕京大学吗 哎呦 就是这老鱼是我熟人 加上不熟的人 上百个人来找我合适这张照片 我这辈子当了一辈子新华社摄影记者 国社摄影记者 两次被双开 现在还能领动 勉强国家还发我退休金 就说明我这辈子 两次讲真话被双开 到现在我这个讲深话的形象深入人心 你看这 北大元副校长吴志潘 吴志潘的媳妇就是基县林的秘书 你看他还问我这张照片怎么着 这张照片怎么着 敬请唐兄确认 回复是与非 一个字即可 哎唐兄啊 哎呀不好意思老打叫你啊 哎我这两天每天看你在发那个视频啊 哎呀都很好的 都是很有收获的 哎呀感觉你那么忙啊 不好意思打电话 不好意思跟你通话 打叫你啊 哎这张照片啊 哎呀真正麻烦你了 哎其实我跟他们说 呃那个唐老鸭的那个里面 这张照片就是他的原创 就发就是了 呃他们呢就说 找到这个这个学校方 校方送禅物记录 没有这个事 没有这回事 呃所以就很糟糕了 所以必须都说你确认 如果你确认是你的 那就太好了 这个照片就很珍贵了 呃如果不是你也没关系 你告诉一下 哎呀唐兄啊 不好意思 这么这么反复打叫你啊 人家订的好搞得我 没办法了 哎呀谢谢你啊 哎主要这个事情也不难做到 你试和非 这个很简单 你回我一个字就可以了 我不好意思啊 跟你语音通话了 打叫你的老贵的时间啊 因为他知道我身体不好 老睡觉 我给回答的是非 现在不仅这个呃 比如30年前40年前 中国历史上都出现过一些伟大的运动啊 伟大的事件 伟大的会议 在那些会议运动事件中有些人冲在了前面 有些人他妈都不知道他是谁 现在这些人都沉扎泛起不能说都是沉扎泛起的 有人始终屹立在那有人也冒出来都说有我 而且现在都浮头少婆水平了啊 什么样的照片都造的出来 嗯但是有那些相信我这张老脸的啊 当了一辈子的新华设计者被双开两回的新华设计者啊 相信我的人格各种重要的事都来找我反复的核实 是不是我拍的好像是我拍的 这事就是真的 这不是我拍的 这事就假的 说到这我又得说起一个 呃呃 这有张照片就是假的 嗯呃 而且是最近他发出来的 最近发出来的 嗯 找我看啊 最近就是这两天 嗯 这就很可气了 嗯 就是故意造假 嗯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 这种事是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嗯 就这张照片 你看啊 这人叫铁鹰骑士 呃 不是最近新浪都实行实名制了吗 必须真名 我的 我发表过这张照片 嗯 呃 现在这张照片呢 被这个号称铁鹰骑士的人发出来 这说明是莫名其妙的 因为这张照片是我1989年或1990年拍的 可这张照片的时间说成1992年 说1992年北京人大学历史的毛鲜鱼每天晚上坐公交车回家放屁放屁 盗窃我照片 编写说明 侵犯我著作权版权 还编出这莫名其妙的 时间 地点 啊 完全胡说八道 拍这张照片的当天 是我 中华英才 国内部主任吴林 那天吴林载我 让我请毛鲜鱼吃饭 结果在北大南门的长征食堂把我身上的钱都给吃光了 我们只剩下坐公共汽车 坐到黄 这不是黄转 就是坐到人民大学 坐到人大的车前 啊 然后呢 车钱还不够 所以吴林就没坐车 吴林是骑自行车还是走着我就不记得了 我用仅有的请完毛鲜鱼吃饭的钱 和毛鲜鱼做的三三二 从海淀 就是那个 那站叫海淀 盟口就是长征食堂 我们在北大西南门的长征食堂吃饭饭 然后上了三三二 一站中关村 两站黄庄 是两站是黄庄吗 第三站是人民大学啊 因为我钱 结果他编造出1992年北京人大学历史的毛鲜鱼 每天坐公交车回家放你妈的屁 你编造这种这种篡改历史的新浪 现在我不知道怎么举报 首先第一这人侵犯了我的著作权啊 呃第二把我的照片瞎编出这样的文字来篡改历史这样误导人 你看这最后在这排这这是我的摄影包 嗯 吴琳现在还活着在上海啊 他当时我排这张照片的时候 他是中华英才杂志社的国内部主任 嗯 在这之前这张照片还被人盗用 嗯 但那也不能算盗用 是在墙外边有一个特有名字的人叫温相说当时 他也说过这张照片 是那一次是大概是说的 他说了三次前后 第一次说说是呃 说的我其他照片 那个那张照片说的没错误啊 文像没引用的没错 我就不提了 第二次他就是引用的这张照片 照片呢他也就是说说猫心雨每天坐公共汽车 上下学 胡说八道 不知道谁编的是吧 把我照片拿走了 然后我就做了一节视频 因为我我不翻墙 我是守法的人 嗯 任何法律 只要法律官规定不翻墙 我就不翻墙 说那我也见你有的时候说 那时候我在美国呢 我就在墙外呢 我在日本呢 我就在墙外 我在以色列呢 我就在墙外呢 哈 你看我那时间都是啊 小十年了啊 我在国内 我不翻墙 所有看不见 但是 别人告诉我之后 找我合适这件情况 我作为一个新华社摄影记者 作为这张照片的作者 我就有必要出来来和情实实 啊 呃 今年2024年 那个 我党 要打网络造谣 这就是个网络造谣 是吧 这就是网络造谣 今天我还活着呢 我可以指出 这是个骗子 拿了我的照片在这瞎弄 啊 呃 而且涉及伟大领袖的后代 我不知道他编出 编造这的说明是什么意思 啊 所以我要求新浪 你快点处理这件事啊 你要不处理这挂着 就是 有损 我 我党 啊 我党我国 呃 我就不说了 嗯 温相呢 听到了我说的这节目之后 他就重新又做了一节节目 啊 说这张照片作者唐先生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我更正 哎 过了一段 温相更彻底 干脆就把他做的这两节节目 都给删了 啊 啊 都删了那影响就不存在了 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嗯 尤其在现在 呃 Photoshop 呃 横行 所有人都把照片美颜了再用 嗯 嗯 当然也有好多认真的人 江平帮着打官司的这个老虞 是吧 哎 他就问一张江平是否参加燕京大学的这个会的照片 十几次还包括他的朋友 请敬请堂兄确认回复是与非 嗯 对于那些网络造谣盗用别人知识产权的人必须打击 嗯 必须打击 嗯 新浪赶紧处理这个用假名盗窃我照片 编造毛新语每天坐公交车 把时间从1989年90年篡改到1992年的这个坏人 明天快乐 又是湯价台 咁 Rich 你